《若望默示录》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一吹号角 我看见有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 并给了他深渊洞穴的钥匙 他一开了深渊的洞穴 就有烟从洞穴里冒上来 像大火窑里的烟 太阳和天空都因那洞穴里的烟昏暗了 虽有蝗虫从烟里来到地上 又付给了他们 好似地上的蝎子具有的权柄 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凡青物 凡树木都不可伤害 只可伤害那些在额上没有天主印号的人 并且吩咐蝗虫不可杀死他们 但要使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他们所受的痛苦 就如人被蝎子遮着时所受的痛苦 在那日期内 人求死而不得 渴望死 死却避开他们 蝎虫的形状仿佛准备上阵的战马 他们的头上好似有像黄金的绒冠 面貌有如人的面貌 他们的头发好似女人的头发 牙好似狮子的牙 他们的胸甲有如铁甲 他们翅膀的响声 犹如许多马车奔驰上阵的响声 他们有相似蝎子的尾和刺 他们的尾能伤害世人五个月之久 他们以深渊的使者为他们的王子 他的名字 希伯来文叫阿巴东 希腊文叫阿波隆 第一种灾祸过去了 看 还有两种灾祸随后而来 第六位天使一吹了号角 我听见有一种声音 由天主前的金祭坛四角发出 向那持有号角的第六位天使说 放开那在右发拉底大河 所捆着的四位天使吧 于是那四位天使被放开了 他们已准备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把世人杀死三分之一 那马队的数目共有两万万 我也听见了他们的这个数目 我在意象中看见的马和骑马的是这样 他们穿着火红紫青和硫磺色的铠甲 马头像狮子头 从他们的口中射出火 烟和硫磺这三种灾害 世人被杀死了三分之一 马的能力就在他们的口和他们的尾上 他们的尾相似舌 并且有害人的头 可是其余没有被这灾害杀死的人 仍然没有悔改 离开他们手所做的 仍旧去崇拜邪魔和那看不见 听不见 走不动的金 银 铜 石 木神像 他们也没有悔改 放弃各种凶杀 邪术 奸淫和偷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